三十一歲的許書緣 在電鍍工廠當黑手 工作任徵負責 在做放電 放電喔 他的個性害羞木嫩 大愛心滿滿 承擔真善美 也會做相機 去年七月他接到通知 骨髓配對成功 他好開心 應該不太會是真的吧 然後等到真的是配 要進階配對的時候 才敢覺得 應該才會真的開心 公司很支持 馬上給公嫁 他一開始來講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給他公嫁 能夠配對到 真的是滿不容易的 九月份他到花蓮慈濟醫院 完成骨髓捐贈 陪在一旁的姑姑 也是慈濟之工 回想書緣剛出生時 差點沒命 十幾年前 他也是在花蓮對救的 因為他小孩子心臟有那個 是半膜 我有到 她是半膜 對 心臟半膜 所以他出了好的機會來回家 我爸都騎著摩托車 然後我媽抱著我這樣子 衝過去 然後那時候才警察出來 當時爸爸騎著摩托車 從台中出發 八個小時才到花蓮慈濟醫院 經過手術才救回書緣 三十一年後 他竟然有機會重回花蓮 這一次是救人 你是用回饋的心來這樣救人嗎 不 本身是 我十五年前我先當了普遣干事 然後就配對著說 十五年前同樣也捐髓的慈濟之工 張忠明也陪在書緣身邊 希望這份愛能不斷延續 大愛新聞 張巨顧忌宗 台中報導